我們就請老師來稍微註冊一下 那麼一般像我們在這裡看到 我把它先全螢幕好了 一般其實我們大部分看到就是像這樣 簡報就是微軟的 Powerpoint 或者 蘋果上面有 Keynote 另外呢其實像現在也推這個 Open Office 或者 Libre Office 都是免費的那個 Office 軟體 可是呢他們都是一樣的問題 就是今天你就是一張一張的 那有些時候其實如果你像比較有概念一點的話 其實透過什麼 透過類似像這樣新制圖的方式也是一個 不錯的方式 那首先呢我們先看一下 一般免費的帳號就是你比如說 Gmail啦 Facebook啦 登錄的他就是100MB的空間 那第二個呢他的限制就是只能做所謂的什麼 線上的編輯 應該說我們大家做的都是線上編輯 免費都是線上編輯 再來就是你的簡報只能設為公開 好因為那如果呢 老師您升級為 所謂的教育版免費的部分 就有500MB的空間 也是線上編輯 可是你就可以設為公開或私人 因為有些老師不見得喜歡把他的簡報就 通通都會要公開嘛 這個地方是 最主要的不同 那至於付費的我想 我們用的機會應該比較少 應該比較少一點點 最後有一個Pro版就是 你剛剛有下的那個 好如果你是Pro版的 那他就可以在桌上去 直接安裝軟體直接用 等於這樣的好處是減少的就是 連線的這個速度的問題 連線速度問題那直接在 上面那空間會比較大 好那麼我們就麻煩老師呢 您先到這個 這個 網址 好你看您到這個 Place.com 好在右手邊就有一個 Long In 目前他網站上是只有英文的 不過呢因為他最 現在已經可以支援就是整個中文的輸入的 雖然字型還是只有細民體啦 但是 至少中文輸入上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我們很少看到一個網站那麼勇敢 你知道為什麼講他那麼勇敢嗎 只支援正體中文沒有支援簡體中文 哈哈哈哈 好我們大部分都是看到先制的對岸的嘛對不對 那所以 這個是 很特別的 那 您進來之後呢 如果您選擇用這個 Long In或者是Facebook 那當然就是 只有一般的免費帳號 好一般的免費帳號 那麼 您可以從這邊 Sign Up 來這邊註冊一下 假設您是用那個學校信箱的 你就直接在這邊 輸入一下 選擇 我們就是 就是 告訴他我就是用這個Free的就可以了 第一個 第一個Free的 好那就打入您的 信、氏、跟Email、還有Password 這樣就可以create了 那待會呢我們再來看 怎麼樣把您的帳號升級為教育版 這樣OK 那我們畫面還給您